这个男人靠双手成就了自己的梦想 柜子里全是名表 住的是天价豪宅 兰博基尼是基本作家 而他的职业是一名神经外科手术医生 之所以这么有钱 得益于他那双让所有医生羡慕的手 在手术台上 他边听音乐边做手术 也能做到精准无误 性格高傲的他 还只挑那些难度极大 价钱昂贵的手术来做 但一场不如其来的车祸 让他的双手神经组织严重受损 再也握不动刀了 他为自己制定了一系列手术方案 但恢复效果都微乎其微 因为他的偏执 女友也离开了他 不得不说小伙子真是凭实力单身 史蒂芬找到曾经一个手脚瘫痪 却奇迹般治愈的人 问他经历了什么 那人告诉他 自己曾和一群法师和圣女在一起学习 还见到了圣人 最后在他的指导下 身体就慢慢痊愈了 史蒂芬一听 竟有这么神奇 他告诉史蒂芬 那个地方叫卡玛太基 于是他孤注一掷 立刻花重金买票去找卡玛太基 史蒂芬来到尼泊尔的一座城市 碰到人就问卡玛太基在哪 引起了一个灰袍使者的助力 他走进一个巷子里 遇到了一群打劫的人 史蒂芬直接就是赶 他挥出喵喵拳 像打在一块棉花上 软弱无力 随后就被几人狂揍 这时灰袍使者出现 两三下解决了小混混 随后将他带到了卡玛太基 在进去之前 他让史蒂芬忘记一切自以为知道的事 然后小心翼进入一个房间 古一给他递上清茶 史蒂芬问他能不能治好自己的双手 他只是说自己可以治愈灵异 一向不信玄学的史蒂芬不耐反了 他以为被骗进了邪教组织 古一说你就是个井底之蛙 史蒂芬怒斥古一是个大神棍 但下一秒他就感到深深的后悔 古一反手将他灵魂打出了体外 但即使这样史蒂芬仍然不信心 他认为肯定是刚刚的查理有致幻药物 于是古一直接按住他额头 把他丢进了一次元空间 飞出地球 然后又掉进时空隧道 不断地在多个世界中穿越 让他看到了多元宇宙 回来后史蒂芬彻底服了 在门外苦等好几个小时后 小黑将他放了进去 为他安排了住处 并递给他一张纸条 如果穷人靠科技 富人靠便衣 那奇异博士是靠什么呢 史蒂芬开始和众多弟子一块训练法术 刚开始 在一群法师之中 他就像个路人 别人都能画出电焊光圈 而他的特效就像没有冲钱一样 只能擦出点火星子 古一来检查学习情况 史蒂芬立刻甩锅说自己手太子 接下来史蒂芬被啪啪打脸 为了让他在绝境中领悟重生 古一将他带到了朱诺朗玛峰 然后就离开了 危机关头 史蒂芬激发了身体的前脑 画出传送门回到了古一面前 总算没让他失望 之后就像打通了任督二脉 任何法术一学就毁 但他还不满足 没事就画个圈圈 去图书馆捞几本秘籍看 肉体睡觉补充精神用灵魂苦 古一眼看这小子又要飘了 于是创造了一个镜像空间 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都不会影响到现实世界 古一告诉他天外有天 多元宇宙中含有的危险 是他无法想象的 一天深夜 史蒂芬来到图书馆 翻看起魔法禁书 他看到一夜可以控制时间的魔法 于是决定试试 他取下阿根摩托之眼 双手结印 将绿色的法阵套在手上 随后开始施展时间法术 眼前的一幕让他十分惊讶 接着他又用法术复原了 缺失的书印 发现了多玛母黑暗次元 以及永生的信息 这时 小黑和图书管理员 赶来阻止他继续查验 干涉时空连续信誓大计 操纵时间可能会创建出时间分支 空间悖论时间循环 但他并没有看到 书中实施禁术后会有何种威胁 两人给他普及魔法世界的知识 千年前法师始祖阿哥摩托 在现实世界创建了三座神殿 分别在香港 纽约 伦敦 三个神殿构成了魔法网 保护世界不受到外来魔法伤害 而黑暗空间的多玛母 则想吞噬所有多元宇宙 卡西利亚斯是古仪最得意的弟子 但他为了追求黑暗魔法的力量 背叛了古仪 成了多玛母的手下 他闯进图书馆杀掉了管理员 还撕走了那两页禁书内容 虽然古仪施展魔法清理了魔法 但还是让卡西利亚斯使用传送能逃走 史蒂芬一听就怂了 毕竟他来这里只是为了治疗双手 并不是来玩命保护地球的 就在此时 伦敦神殿已经被攻陷了 史蒂芬被冲击推进了纽约圣殿 眼看纽约神殿守护者危在旦夕 他连忙冲上去制止卡西 史蒂将魔法变成武器 和卡西手下展开近战 但仅靠这两下子完全不是卡西的对手 他扭头就跑 卡西不慌不忙施展黑暗法术 让他原地踏步 随后肆意玩弄空间 史蒂芬苦不堪言 但并非完全无法反抗 他看准时机跳了下去 将卡西的手下踹进了沙漠 然后将另一个扔进了里面 接下来适合卡西的单挑时间 他一脚将史蒂芬踹到魔法斗篷面前 斗篷多次护助史蒂芬 危急关头朝他飞奔而去 奇异博士就这样诞生了 他赶紧跑过去拿武器 但斗篷有自己的想法 两人僵持了半天后 最终在斗篷的指引下 还是取下墙上的铠甲扔向卡西 瞬间将他牢牢捆住 接下来他对着史蒂芬一阵洗脑 劝他和自己一样投靠多玛姆 古一就是个骗子 说他偷偷利用多玛姆的黑暗能量获得永生 却不让其他人知道其中的秘密 但史蒂芬选择相信古一 这时他突然发现自己玄介不见了 刚一转身 就被一记空气刃刺穿 卡西的手下赶来 刚准备上前终结史蒂芬 斗篷再次出手 史蒂芬捡起玄介 划出传送门来到了你有所在的医院 对自己一顿伤情分析后 就晕了过去 这时他灵魂突然出窍 指导女友进行急救操作 女友被吓了一条 但还是很快反应过来 这时卡西手下也用灵魂挣脱了斗篷的数据 两人开始比拼魂力 最后在电流的刺激下 史蒂芬瞬间爆发魂力 直接将对方震的魂飞魄散 和女友告别后 他又通过传送门找到了古一 史蒂芬质问古一是否借助黑暗力量 达到了永生的目的 古一没有正面回答他 只是让他做好迎战准备 随后卡西带几个小弟又杀了他 史蒂芬及时将他们带进了镜像空间 这是漫威电影里最烧情的角色 战斗画面每一秒特效高达80多万美元 以至于有人猜测他特效太贵被漫威写死 史蒂芬和小黑从圣殿跑出来 发现整个镜像时空发生了折叠 卡西操控镜像世界发生翻转 不让他俩进入时空之门 史蒂芬一边逃跑 一边又画了一颗 卡西手掌一拍 大楼变得如同波涛一般凶 整个世界扭曲交织在一起 两人根本不是卡西的对手 史蒂芬很快就被打住 命悬一现实 服役及时救了他 然后小手一挥 就创造了一个平台 此时他头上的黑暗印记也显现出来 小黑这才知道史蒂芬说的都是真的 接下来古一双手施展凡数 实力一打三 卡西直接放出大招 结果被古一从容反制 眼看明的不行他就来暗门 冲上去一刀连同手下刺穿古一 然后将他踢进了现实世界的传送门 从高空坠下重重摔在地上 史蒂芬立刻将他送到医院 但也无力回天 古一的灵魂飘到了阳台 他告诉史蒂芬 自己并不愿意从黑暗中获取力量 但是总有人需要打破常规 也只有这样才能战胜多玛姆 现在他选择将重任交给史蒂芬 然后坦然接受了死亡 在经历这一切之后 史蒂芬终于决定保护世界 单起重任成为新一代至尊法师 现在地球上还剩下香港最后一处圣殿 但等史蒂芬赶到时 圣殿已经崩塌 一切都晚了 多玛姆的黑暗空间正在朝地球蔓延 史蒂芬启动阿根摩托之眼 时间在卡西碰到史蒂芬的最后一颗定格 随后他开始操控法术让时间到达 但卡西反应过来挣脱了时间的舒服 小黑甩出法器 将他卡在了墙里 圣殿即将复原 卡西挣脱墙壁 一掌拍下 直接震碎了史蒂芬的时间法阵 这时周围的一切又再次陷入静止 史蒂芬见状打算搏一搏 直接飞向黑暗世界想解决多玛姆 在进去前开启了时间循环技能 存了个大 随后他见到了最终Boss多玛姆 然后就将史蒂芬直接买了 这是我见过第一个不废话的弹牌 但下一秒 史蒂芬又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多玛姆面前 仿佛第一次来 于是他又被多玛姆顺秒 接着又蹦出来个史蒂芬 又是那句熟悉的开场白 多玛姆有些懵逼了 多玛姆开始不耐烦起来 一掌将他送了回去 然后又复活 又消失 多玛姆 我来到抗争 多玛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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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无数次刷新后 多玛姆终于受不了这个损耗 于是他开始听史蒂芬带来的条件 他要让多玛姆带着信徒离开地球 永远不要再回来 史蒂芬再次回到地面 看着卡西等人化为了永远的黑暗 最后他控制时间倒流 恢复了圣殿和时空 就这样史蒂芬用嘴拯救了世界 阿哥摩托之言也被放回原处 信念扭曲的小黑 干掉了之前被古仪治愈的男人 为之后的剧情埋下了福补 影片最后出现了彩蛋 雷神索尔出现在了史蒂芬的圣殿 他是来地球找自己父亲奥丁的 这部电影到此就结束了 我们下次见